《專家開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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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講海濱方面的發展 請來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 吳永順和我們聊聊 吳永順你好 大家好 這期海濱很紅 我們全香港只有海濱吸引 大家都知道政府著力推動經濟 過去十一黃金周期間 除了推動經濟 還有一個香港夜濱分活動 頭炮也有海濱的夜市灣仔 海濱藝遊坊 首輪夜市剛剛結束了 你們自己看看成效是怎樣 有沒有什麼總結 暫時來說總結是上早 因為活動也會繼續 因為這個週末也有 所以我們根據上次在中秋國慶節的時候 那幾個晚上我自己都親自下場 下過兩次灣仔 一次灌塘 一次西環 我發覺那個氣氛 是比我們想像中好很多 那似乎市民都很有興趣 在夜間去到海濱 看看有什麼活動 或者吃東西 去看看表演 其實我自己個人的觀察 我覺得氣氛是相當不錯 當然啦 所有的事物 第一天開張的時候 會吸引了很多人去趁熱鬧 至於這個活動 一路再做下去的時候是怎樣 我們都覺得是有待觀察的 你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是人流是否你預期呢 其實當初有沒有這麼熱烈的反應 我們真的沒有想像過會有這麼多人 是 可能大家都 有應節 你要知道 有歌謹節 還有傳媒的宣傳也做得很好 還有有很多不同的表演 是 無人機的表演其實都真的很吸引 其實事實上在現場 我們都發現 如果你要一個地方有吸引力 它除了有飲食之外 現場有什麼其他的表演活動都很重要 當然 灣仔那裏又有一些音樂表演 又有打Bang 又有電影放映 又有無人機表演 各式各樣 各式各樣 有飲有食有看表演 又有種目不暇級的感覺 又在整個維港的夜景襯托之下 我覺得都是非常之 很特別的一個體驗 那我又要申訴 那你好像很偏心 所有的好東西都放在灣仔這個海濱 那其他的海濱 好像就沒有那麼多 長期在這裏有音樂 有什麼什麼 那我們的偏遠區 那些 東啊西啊 遠一點 其實音樂的 音樂表演 在西環 堅尼地城的 秘魯喳灣 還有在觀塘 都有的 那當然 無人機就沒有了 無人機就沒有了 觀塘也做過一晚 無人機 不過那個就是另外一個團體 他們去 在國慶那晚 去做了一個 無人機表演 那 其實 說真的 很多這些 表演 或者一些 設施 都是 我們看都是一個 新的嘗試 都是一個實驗 那當然 其實都要測試市民的反應 那如果你說 真是受歡迎那些 那我相信都可以繼續做 某一些地區做完之後 亦都可以在第二區做 那當然 你不會說 一次過 就是所有事情 做完 又會做得很好 那這個其實難度都很高 那但我們都是抱著一個 就是不斷實驗的精神 去令到大家的海濱 是越來越朝氣蓬勃 那海濱方面 經過你們海濱事務委員會 整體規劃之後 其實真的超氣勃勃 很多其他限定 那大家就說 海濱其實有沒有一個定位 或者未來發展的情況 不同人當然有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喜歡很熱鬧的 有些人喜歡靜靜地在海濱 看看那個景色 那也都有些意見 在海濱要不應該設一些高檔的食肆 吸引一些高消費的客群 那你作為對海濱很熟悉的人士 怎樣看這個意見 我首先很高興在近一個月來 大家似乎對海濱的話題是多了 影識程度大了 而且那個討論是忽然間刺熱起來 其實在過去幾年我們就低頭默默了 是 只是告訴別人推了多少功力 是的 做得多少 那些人 那個討論 我自己感受到 就是前所未有地次熱 這個我也覺得是一件非常值得欣喜的事情 那至於你說想海濱是怎樣 說真的我們20年前已經定了那個海濱 就是將維港開濱 變成一個朝氣蓬勃交通 唱達可持續發展和呼吸引力的地方 說了很多年 說了很多年 所以 你努力也有成果 既然場地有的時候 那個氣氛是怎樣 我自己看 其實維港海濱73公里 我們現在開了25公里 差不多去到26公里 散落在不同的地區 而每一個地區 他都自己有那個獨特的特色 一個地理環境 周邊的建築物 周邊的活動 不論是住宅或者商業 其實區區都不同 那所以我就不會說 有一個的模式是放置在所有的地區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如果區區都一樣 無論是非常熱鬧也好 或者非常靜也好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沉悶 26公里海濱散落各區 其實絕對有條件 是做到區區有特色 處處有驚喜 市民是有得選擇 靜的有動的有 可以休息的有 熱鬧的有 一些傳統式的管理 又有 或者是一些比較開放式 遠景帶動的管理又有 我相信這個是我們現在 策劃整個海濱的一個方向 我想問一下 你看回 之前剛剛 對上一個周回 其實海濱的活動要取消 因為受到風暴的影響 正正都反映海濱 你推動一些戶外活動的時候 也會受到這個 我們控制不了的天然因素影響 海濱其實是否一個適合的地方去推動經濟 或者搞一些戶外活動 海濱顧名思義就是戶外 我想搞戶外活動全世界都是 它有個特別的氛圍 即是你可能是跟大自然一起 或者受大自然影響很多 有個很寬闊的景觀 當然同樣地你會受大自然的 即是不可預計的力量去影響 我們譬如香港 夏天始終都是一個風季 即是天雨、颱風這些 似乎都是要面對的 所以你說搞活動 可能那個選的時間 季節、氣候 其實都是有影響的 那你說海濱可不可以搞活香港經濟 我們從海濱的角度來講 我們當然不會跨海口 就說你搞定了海濱 香港就行了 經濟就行了 當然不會這樣 但是事實上 我們維港海濱 既然我們已經博通了這麼多場地 現在場地是有的 也可以有些地方 事實上是有條件去做一些 適量的商業活動 當然以前很多人都 一對海濱搞商業 很大意見 一會又說什麼工地私用 公共地方怎麼會被人賺錢 但是隨著時日轉變 我們一直博通的地方 事實上我們有足夠的長度 可以提供多元化的選擇 有些地方 譬如中環灣仔尖沙咀 這些地方 它是比較遠離民居 而且附近是有商業區 其實這些地方 搞多一些商業設施 搞一些商業活動 譬如演唱會 一些潑水節 或者是一些飲餐飲的節日 甚至是一些市集 事實上都可以 产生一些經濟活動 如果真的做得好 我經常期望 當這些事情做得好 做到世界級 香港在華國際城市 做到一些在維港之下 已經有一個世界級的同友景觀 如果有一些世界級的節目 表演 加上一些優質的餐飲 事實上 你是會推動到香港 作為一個更有吸引力的城市 自然如果你說 有更多的訪客來到香港 我相信那個經濟活動 是會提升的 在這個位置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之後都會看看 怎樣令活動能夠可持續性 當中要包含什麼元素 特別剛才你提到 海濱原先沒有香港夜濱分的活動 其實海濱每逢節日 都有很多不同期間的限定 其實怎樣推動周邊經濟 休息回來再說 繼續回來這一節 就是專家開咪 這一節回來 繼續有這位嘉賓 就是吳明順 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 休息之前就說 海濱加入一些商業元素 又或者外判給一些商業機構的營運 又行不行 會不會跟海濱原有的定位有所不同 變得過分商業化 有些人又覺得這樣 會不會大眾市民 在休息用地上 享用的權利方面減少了 這方面怎樣平衡呢 其實我們的看法就是 回到最初的海濱原景 就是朝氣蓬佩呼吸人力 那究竟海濱是一樣什麼 其實這個定位都是由市民大家去定 但我想提出一件事 就是過去我們的海濱規劃 都是被畫為一個叫做休息用地 這是在香港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將海濱畫為休息用地 無論它的設計或管理上 都用一個休息用地的模式去設計和管理 變成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休息用地 即是公園 過去都是由康民處以一個管公園的模式去管 它是受制於一條條例 叫做遊樂場地規例 這條規例其實是怎樣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但如果你去到每一個公園門口 你見到那個牌 你都會知道有很多限制 譬如不准踢球 不准放狗 不准踩單車 大家可以去公園留意一下 不准唱歌、跳舞 反過來看 如果我是要一個朝氣蓬佩的海濱 要可以比美世界的一些海濱城市 比如西德尼、新加坡這些地方 人家的海濱一早 很多年前已經做到 真是朝氣蓬佩 有餐飲、有表演、有博物館、有商店 你去到海濱可以玩到至少一個下午 甚至是一天的 其實我們很早就覺得海濱並不單單是一個公園 所以除了是一個公園作為休憩之外 可否有其他不同種類的活動 首先作為一個公園可否容許更多活動 例如踩不踩單車、放不放狗 可否踩板、吃東西 可否有街頭表演 即是可以隨意活動 這件事 其實我們近年這幾年用了一個 叫做海濱共享空間的一個 較為開放的管理策略已經試了 其實市民的反應都相當不錯 其實都很好 例如我本身怕狗 但其實它可以畫了某個空間 可以讓人放狗 但你在另一邊 你又可以自由自在地走來走去 亦都可以見到有不同的設施 在裡面都可以玩到 是的 所以我們其實很著重一個多元化和選擇 我不相信我們有這麼多的海濱場地 需要一個橫一的設計 即是你說上海濱的設計 是的 你有這麼多不同的地區 其實區區都應該有不同的特色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你沒有一個叫做 one size fit all的海濱 不是千天一律的 是的 還有你其實沒有任何一種設計 一種模式 一種活動 是全世界所有百分百的人都滿意 是不能夠的 所以既然我們不能夠one size fit all 那就不如就做到更加多元 令到市民有更多選擇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地方去參與 那我講開這麼多 variety 或者跟其他的地方比 我又見西九其實是否突破性的開始 即你說說海濱那邊 剛才又說踩單車 又說文宇那些東西都在 其實西九那個地段的時候 最初有很多人特意去踩單車 是否那裡起步 開放了那個空間的共用的起步 其實西九都是一個 它都是有一個定位的規劃 它是一個文化區 當時他們做過一個設計比賽 現在都已經是越來越 有個願景就是那裡 都是一個可以有休閒 有一些表演活動的地方 所以它可以說就是一個 在規劃上較為一個完整的地區 突破了公園條例 沒錯 而且它因為它用了一個 用了一個西九管理局的模式 去做整個文化區的管理 包括這些文餘設施和公共空間 所以它也可以是說 跳出了那個傳統康民儲館公園 那個模式框架 所以後來在海濱其他地方 譬如今日的碑路詐灣 灣仔水秀運動的康樂主題區 荃灣海濱 灣仔哈巴超 炮台山 東岸等等 這些地方 我們都是在試行一個 較為開放式的管理 你發覺那些地方的自由度又高很多 受歡迎程度都很好 有時候去到黃昏 你去東岸公園那裡 很多人看日落 有時候去東岸公園當然也是 其實目前海濱開展的進度 其實我們每次都問你 是否符合你們的預期 今年大家關注著 何時才可以講到區方面的傳統 今年我們應該去到26公里 其實我們現在說 在2028年去到34公里這個目標 依然是沒有變的 而且應該是很大機會 我們是做到的 今年年底 都是在 我們剛過去上個月開了 觀塘茶果嶺海濱公園 在九龍區 接下來今年年底 繼續 灣仔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 第四期應該都會開 那裡都運了一架港鐵烏鷹頭 放在海濱那裡 香港東區走廊橋底板道 會在24年底至25年 就陸續開放 如果我們預計到25年港島區的 堅尼地城到 沙基灣 13公里 就應該通了 這個跑步之友 其實很期待 其實正在等 當然九龍區 譬如啟德那邊 其實現在陸續開到 開放了 九龍那邊是多於香港的 但好像連接都不太漂亮 事實上 這個都是要看機遇 我們有機遇就會把握 始終從來海濱 都不是白紙一張 我們的海岸線 在過去百個年填海發展 是不停地動 所以也有很多海濱地方 是用來做其他的設施 甚至根本是在私人土地上面 你又不可以填海 你又不可以隨便動 別人的私人物業 可能這些地方 那個博通的難度是大些 但我們也不停地想辦法 譬如東區走廊橋底 其實九龍應該在二、四年 一直陸續交場都是九龍區 尤其是啟德 韓國嶺通關 韓國嶺通啟德 是的 這些地方 西九 由西九博去大角咀 那裏是一個油麻地的避風塘 不是放物裝石區 那裏在海邊 我們發現 如果水上岸 有些活動 你比較難 所以現在其實是在想 在埋便馬路邊那裏 駁通一條路 起碼跑步的人 他由大角咀 可以跑到西九 就穿過那個地方 難想的事情 我們都會想的 盡量都是朝著駁通 那個目標 我們說回九龍 覺得是否東那邊的發展 東那邊是比西的順暢很多 沒錯 東那邊是比較容易的 譬如尖沙咀到紅磡 土瓜環 九龍城 接著到啟德 啟德再駁回觀塘 茶果嶺 去到鯉魚門 其實這裏我們都看通了 做得的我們都一直陸續做 尤其是啟德那裏十幾公里 一路發展下去 都會交到個場 有一些位置我們知道 哪些是一些比較糾結的位置 可能就短期內未必做到 市民都可能要繞一繞路 但做得的我們會盡做 都相信他們做得都會盡做 那海濱在城市當中 發展又扮演什麼角色 其實海濱就是城市的一部分 其實在很多城市發展歷史裏面 其實水邊的地方通常都是發展線的 是 還有一些上落的船隻 交通 還有人都有個親水的特性 所以那個 你可以說在整個城市規劃裏面 那個海濱是非常重要 去給予別人的休息 給予別人一個心情上的舒態 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盡量做到親水 讓人可以更加接近水體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在搶達度上很容易去到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自行去決定 去哪一個海濱 去享受海濱的美景 沒錯 今天我們時間梳限 謝謝吳永順 每次跟他談都談不完 不夠時間 所以要留下一次再邀請他上來 繼續談海濱的發展 今天謝謝你 Wincent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